哈喽大家好我是老王 今天呢又到了老王跟你来分享龙口生活的视频啊 今天呢我来到了这个位于我们东海度假区南门的出口对面的一家村子叫姚家新村 那姚家新村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很多住在东面的这个粉丝朋友都不太清楚啊 在我们的西边有一个姚家新村 姚家新村它也是一个社区那么管周围的四个村子 那在这个姚家新村呢它和四农社区啊是一样的性质 在一个呢周围有卖菜的呀有生活的一个地方啊 那我今天来这呢就是给大家再说一个咱们在西边买菜比较方便的地方 比较便宜的地方 还有一个买咱们农家鸡农家养奶的地方哈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高楼啊就是我们花香海小区 那从这个花香海小区的南门出来啊 对面就是姚家新村 从姚家新村这条路上呢 它是每天早晚会有一个早晚市啊 会有卖菜的 今天感觉卖菜的不是很多 就这么几家 还有卖海鲜的 据说这儿的菜是比较便宜的 我来看一看 这红薯是多少钱 两块 两块一斤 小的呢 小的一块 这都是你们自己种的菜吗 都是家里种的 吃不完拿来卖的吧 这样菜挺好 这个辣椒是多少钱 三块 哎这个这个花生应该是才种出来的这种哈 十五二斤 十十五二斤 嗯 就是十五一公斤哈价格 这是葡萄啊 葡萄几块 葡萄就是四块 四块 据说这条路的两边呀早上六点钟左右会有早市 那么晚上这个时间再晚一点也会出来一些卖菜的啊 价格都很便宜我刚才也问了一下 沿着这条路啊一直向前走还没走到咱们这个姚家新村小区的门口 也就是在半路上啊就可以看到有一个卖羊奶活鸡然后什么土鸡土鸭的地方 我今天要来的就是这里我也是第一次过来啊我来看一看嗯他们这边的羊奶呀还有土鸡的质量好不好帮大家了解一下 这现在正在采奶啊 这羊奶多少钱一斤啊 五块钱一斤 阿姨这一天产几斤奶呀 一天能产几斤奶呀 哦五六斤啊 这里养的是羊啊 有还有啥就全是羊吗 哦鸡家鹅都在前面哦鸡家鹅在前面啊 这里面也卖羊肉吗 就卖羊奶是吧 哦羊奶是五块钱一斤 哦 哇全是奶羊 那这个鸡是多少钱呀 土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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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鸡呢 六十一个 是几年的土鸡啊 就是母鸡都是下蛋的鸡是吗 哦 鹅呢 鹅是多少钱 一百五一个 鸭子七十 这价格比上次我说的那个东海农帽的价格要稍微贵一点哈 但是在这里呢你是可以完全看到的这种跑地鸭跑地鸡 啊它跟那个东海那边的是装在笼子里了 呃但是我买过几次那个农帽里的也挺好吃的 看 这是鹅还有鸭子 这么一大片这鸭子一百五 再往旁边呢这就是我们的葡萄园啊 整个是一大片的葡萄园 所以龙后这边啊特别的宜居 呃就是农产品非常的丰富 这不这帮卖土鸡啊 这是按个卖的吗还是按金卖的 这是鸭蛋 这是土鸭蛋好像啊鸭蛋 这是鸡蛋 那个土鸡蛋是多少钱 这次土鸡蛋12块钱一斤 12块钱一斤 嗯 哦那个鸭蛋呢 鸭蛋10块 鸭蛋10块 嗯 哎鸭蛋比鸡蛋还便宜一点 土鸡蛋便宜一点啊 是不是啊 土鸡蛋土鸭蛋 嗯 这是别人订好的吗 对对对 这是乌鸡蛋 哦乌鸡蛋 这是乌鸡蛋 看看这是乌鸡蛋 乌鸡蛋要小一点哈 嗯 哦坐月子吃 买在这有这个黄哈 特别特别特别红 特香特香 这个哈 你便宜的你买几个回家上的 2块钱一个 你做1块5一个 1块5一个 嗯 那那我看看5块钱是 它5块钱买都买5块钱 买10块钱 那行买10块钱了吧 啊 10块钱是几个 1块5我不知道 我们一般都买2块 那就买 那就买10个吧 15块钱的 哎 这给这么跑 嗯 对好 10个鸡蛋哈 10个土 那个土的乌鸡蛋 乌鸡蛋 嗯 咱回去处一处尝尝 哈哈 你回家一吃你就知道 是啊 好的话我下次再来 哎呀 嗯 不用宣传 你那老多人都牵着在我家买的 好嘞 一天下了一天 这是鸭蛋 嗯 这是鸭蛋 那刚才呢 带朋友们看了一下 咱们住在东海大西边 在哪买菜哈 呃 又发现了一个非常朴实的农家农贸市场 还发现了一个这个卖 土家鸡 土家鹅的这样一个地方啊 价格呢 其实要比我上一期视频里说的那个东海农贸价格稍微贵一点 但是它更新鲜 对吧 呃 我们是可以看到真正是走地鸡走地鸭 呃 还有一个要说的就是这个养奶很好啊 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 呃 在这每天打一斤养奶是不错的 我刚才看到它那个养奶是呃 用机器挤的 呃 直接就挤到罐子里 没有加任何的水 所以我觉得这个奶应该是很纯的 营养价值很高 好了 今天的视频我就带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老王的视频 记得给老王双击点赞哦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